那我來介紹一下厚長老師 厚長老師在我們口才訓練班的部分 他有曾經在社區大學開過了許多班 然後也有在一些專科大學的部分 針對一些信心的學職 他有開過一些口才跟溝通的訓練班 然後當然針對我們像今天的社會人士的部分 他也有開辦 然後我還有一句老師在他自己的資料上面有寫了 李厚昌李是李樹桃花開滿園 後是後來居上好運連 昌是昌盛人生展校園 那我們現在下午的課程就以熱烈的掌聲 歡迎李厚昌老師上場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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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面鏡子 你怎麼對待人家 人家怎麼對待人家 我們人齁 要以智者成同行 智者啦齁 比較優勢的人 他說這個什麼 靜默做黑暗 互相會影響嘛 所以說我們記得這寫口才以後呢 希望大家都變為我智者喜歡 跟我一在一起啦 你不要用什麼 要去吸盤呢 什麼叫吸盤大家知道嗎 再來呢 就是以靈者為伍齁 所以說我們知道齁 這個蜜蜂跟蒼蜻 你要喜歡當蜜蜂嗎 需要喜歡當蒼蜻 蜜蜂在一起 你每天可以去採花蜜 還可以回來回去當這一段 可以採花蜜 啊如果你跟蒼蜂在一起 每天在哪裡混 大便那裡 蛤 哪裡 他是大便 黃金 對啊這樣 靜默的口才就是跟老師一樣那麼會講話 哈哈哈哈 這樣有那麼會講話 好再來呢 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用口語表達做 讓別人知道你的需求 對齁 還有呢 精油口語表達的一種才能 這樣齁 所以口才就是 口才就是用嘴巴講出來的 有研究做口才啦齁 那什麼叫做好口才 大家喜歡聽我說話嗎 這我跟你講 我們講話很重要 講話要講到對方喜歡接受 喜歡聽我們講 這樣就成功了 可是要講到對方喜歡聽 不是容易的事件 口才齁 不是像你說白白的錢 白白的錢 是白白的錢跟我們的錢 合起來變成創造雙語 俊強講說我們講話 要讓對方喜歡聽 這是正確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夢儀講說 我們講話要共同大家 誰說誰吃虧 都會製造雙語 這也是正確的 講話不傷人 講話不傷人嘛 所以這很重要 所以什麼叫好口才 講對方講這叫好口才 要懂得對方想聽什麼話 好 我們人講話聽 他聽得開心 那你是連財嗎 來 認了自己是連財幾個手 這幾個手 看一下 好像就多一些人了 上課跟你在職場都一樣 要隨便鼓勵旁邊的人 你二十天後想做什麼 就攸關你現在 改變什麼 四天台首先要學會好口才 對 對 四天台未必有口才 四天台就是這樣 像這種工程師 是不是人才 是嗎 不是人才怎麼做工程師 對嗎 對 不過要說話不一定會說 只會做 只會默默地做 他有一天 董事長叫你教他 教了半天教不會 是他學不會 還是你都不會教 不會說 所以說你即使你是一個連財 你沒有口才 沒有用 所以說 可是如果你是有口才 畢竟是一個好連財 大家相不相信 是 你如果下個禮拜要出書 你大家要買嗎 買嗎 要買幾本 六本 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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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口才就重要 來 生活 年紀比較有口才 人生活中 菜市場把錢買金 跟家人相處 跟朋友相處 去菜市場買菜 百公司買什麼 對嗎 跟朋友吃飯 跟朋友 是不是都要靠菜 對 你在你朋友心目中 你是什麼樣一個人 那你在你朋友心目中 你是什麼樣一個人 就是你平常怎麼對待人家 我們人就是一面子 你對我好我就對他好 你如果經常請我 請我三次 我老婆拍子 我要請他一次 所以說你經常請人 有 我拜託要請他 你會去什麼 對啊 有啊 口才的問題 職場生來靠溝通 什麼叫溝通 溝通很重要 第一個 當主管 當主管的時候 你什麼跟部門溝通 跟上司溝通 跟下門溝通 那怎麼溝通 所以這個要透過口才 有什麼物質 就大家說什麼 第一句叫什麼 參雄啦 好話說 所以這個就是 溝通很重要 你講話的技巧很重要 所以你們在做業務說 你們要 如果起聖人家 你不敢主動表達 你再有實力也難發光啦 說人生必學兩件事 要做事 今天來大家來上課 是不是來 也是學 學做事那種 所以這個是一個學習啊 做事要學啊 做事容易 做人難 做人難 所以做事會做 更要會學做人 謝謝大家